哇塞,可以玩小妹妹和小姐姐耶 那你要玩哪一個啊? 當然要玩小姐姐啊,廢話 欸,你這髮型才厄壞耶 Too bad,我就是愛這一位啦 哇,這捏人功能好細緻啊 開什麼玩笑,角色不好看,玩遊戲還會爽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今天來推薦一款情懷滿滿的遊戲 為什麼說是情懷滿滿呢? 因為這款新劍俠世界3 就是繼承了劍俠情緣PC和手遊玩法的全新作 不只擁有超飄人的畫面和技能特效 細緻的捏臉系統 還有流暢的PVP和PVE戰鬥體驗 師兄師姐們,該回來練功啦 遊戲中目前有五大流派可供玩家選擇 使用長槍、擅長戳戳的天王 是遊戲中體質最好、最硬的流派 擁有解控能力的他們 在隊伍擔當、坦克職業、槍兵新衣 沒有關係喔,搓宰只需要硬度和嘲諷 使用弓箭的白粒是玻璃大砲 看看這爆表的輸出就知道時代變啦 有各種絢麗的單體技和範圍技 遠遠把敵人射爆才是王道啊 人見人愛的易水不論男女 如時無刻都散發著氣質 這群拿著紫閃的文青 是遊戲中唯一的奶媽 沒有人不愛奶 如果不愛的話肯定是奶不夠大 天人、此次、戳戳 顧名思義就是群令甲 隱形、無敵、位移、順殺、高單體傷害 秒掉對面的後排 但也要小心自己被秒掉 最後的武當呢 是六邊形戰士 有輸出、有控制、有生存 什麼都做得到 手上拿劍結果是遠程職業 哇,真的太不講武德了 就是你啦 但你知道更不講武德的是什麼嗎? 那就是當其他師姐師兄們忙著練功的時候 師父偷偷遞給你一本秘記 告訴你當其他人團戰下副本 因為手機模擬器卡頓開始戳的時候 只要使用祖傳的夜神模擬器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現在立即點擊內文的下載連結 獲得這項神兵利器 下載完後打開設定介面 將CPU設定成4 記憶體設定為4096 啟動OpenGL Plus的選項 接著來到遊戲選項 將陣數設定在120fps的超流暢陣數 同時開啟渲染緩存 恭喜你 徹底跟卡頓和Lag說掰掰啦 夜神呢 不只支援鼠鍵操作自定義 跟支援手把設置 玩動作遊戲 當然是要用手把玩才比較有感覺啊 遊戲支援掛機設定 想要一次影分身掛好幾個角色嗎? 打開多開心即可 記得選擇安卓7 32位元和安卓9 64位元 以獲得最好的遊戲體驗 武當呢 擁有非常強大的控場能力 別浪費這個優勢 技能加點呢 請貫徹不講武德的宗旨喔 優先點滿控制技能 把你的對手定在原地活活接死他 點滿齊穴中 帶沉默、定身、緩速和暈眩的技能 可以先點第四招的天書劍道 這招呢擁有很高的傷害且是範圍技能 又帶控制 這麼香的技能肯定要先點滿啊 其次呢 點滿天懸劍器 這招呢 是範圍定身和減速技能 可以配合天書劍道一起使用 天積劍政跟天拳建議呢 這兩招技能前者是減傷和免疫控場 後者呢是位移和解控 屬於功能向的技能 建議可以等輸出技能都點完之後呢 再斟酌加點 最後呢 薩克把遊戲中的禮包碼呢 都整理在內文下方了 大家可以自行取用 祝各位練功順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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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晨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